同样是一道彩色的梦 和一群美人女在浴缸里游泳 新一国小的杜嘉一老师指导学生 运用自己的名字与作品的名称 创作出一时之间的班师 与李奥美老师引领学生创作出旋律 结合成一首优雅的班歌 在毕业画展中完美呈现 很高兴在疫情之后 我们学校的场地演艺厅 第一次可以启用 让我们美术班的毕业长在这里办理 美术它不再只是一个艺术的呈现 它更是生活的一部分 也是他们生活的未来的一个方向 疫情期间在家也不耽误创作 一幅幅用直卷创作的脸蛋 都是学生自久 还有正以基隆为主题的折叠书 融入不同的媒材 展现孩子惊人的创造力与统合能力 这是我们之前的我们的作品 是由我们以前基隆的成品书店 将它的一一模样全部的展现出来 就是为了要让大家知道 让大家看到基隆的美 而这布满装饰的武器 带人进入异想世界 我做的作品是宝剑 主要是以封扣板制成 锡箔纸包住 加上灯光与颜色 老师说要创作武器的时候 我就心里本来就想说 要做个斧头 但斧头好像没有那么威武 我就做一个更帅的 透过艺术教育的多元化学习 帮助孩子对未来升学 及生涯选择有更丰富多元的思考 也鼓励学生继续发挥所长 展现艺术涵养 及创作艺术的多元样貌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